也不要看了美國的感聞日假期拿過 不是新冠病毒比較新的案例 增加這麼多 包括流感和福祉毒 用核病毒的案例也增加 在法國時代 當中是翁莫空阿映 變異主的流行 說這天比較新的人就超過五萬人 美國目前當初受到新冠病毒 流感和福祉毒 用核病毒RXV 三大福祉毒的 這個疾病來結婚 現在在減溫座過後 情報開始惡化 美國在12月初 後一禮拜 這個新冠更新的人數就突破三萬五千人 這也是三個月以來最多的記錄 而且今年流感的規制提早來報道 日本幾月全美國就一定有超過 八百七十萬人來得到流感 七萬八千人住院 而且有四千五百人失望 加上福祉毒用核病毒RXV 這個病犯也增加增加 病因的負擔量開始越來越下跌 醫生說美國今年包含有新的人 還有二黨 他們接種流感疫苗的人數 都比九年更低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 風疫疲勞來收集的 疫情也會有更加強烈感疫苗 疫情也會有更加強烈感疫苗 感染者已經有超過這個比的5 法國在過去一個禮拜 平均每天新冠 更新的人數都是有十九五萬人 更新的比例比之前一個禮拜 已經有尿關九點五趴 段營和當前的病犯也增加很多 正式來到第九波疫情 法國衛生部長布勞恩 在那齊五十六病的時候 建議民眾坐台中文書的時候 就要掛水暗 不過當天在巴雷 這個地鐵站掛水暗的人並沒有多多 掛到掛的人都有他們的看法 那麽亞洲 日本的疫情是有請館 在那過去七天確診的人數超過七十四萬人 比之前一個禮拜增加四萬多人 這也是全球最多 現在泰國新集合疫情 也對十一月底開始出現 確診的人數對十天兩千多人增加到 三百五千人 希望的人數也對十天四十人增加到 七十多人 公司新聞經營建議 公司新聞經營建議 加上這次 兩千萬多人 在三百五千 第二千萬多人 你